安娜 你还记得 我们刚认识的那一天吗 那一天 其实是我义父的忌日 你义父 也就是赵志强的父亲 我从小失去双亲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义父看我可怜收留了我 他对我恩忠如山 你义父是因为什么去世的 肝癌 其实我义父身体挺好的 医生说 他是居易成疾 所以你要调查的事情 跟你义父有关 有 安娜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我会有机会 进入海运公司 请您回去等消息吧 好 怎么了 其实我刚才没有说得太清楚 我真的很想加入海运公司 因为无论是这个公司的现状 发展方向 前景 我都十分看好 我很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 让公司 好了 好了 我明白了 请问您是谁介绍来的 是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的 他叫陆安娜 陆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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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总的女儿陆安娜 怎么了 怎么了 当初海运公司 在浦江有一个项目 叫临江仙境 我义父当时是孙长 他肯看好发展 她都会轟 Kezi 这一点 她是是的 人网友 但她觉得 有一个公司 是什么 网友 她是订阅 居然会耍赖 钱迟迟不能兑现 后来不知又怎么传出 我义父 我同他人 被海强公司收买 从此 他便背上了这个恶名 不对啊 海运公司是开发商 征地又不是他们征的 就算是签合同 也不是跟我妈的公司签 没错 征地拆迁 委托了浦江当地的一家公司 可是这家公司 说他们自己也被海运公司骗了 海运根本没有给他们那么多钱 争治了半年 这家公司就倒闭了 大家都以为 是海运公司找了一个傀儡 把一屁股债 甩给了他们自己跑了 我算是听明白了 赵平凡 我觉得我该重新认识一下你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其实海运公司也是被妖貌的 我跟着你妈身边这段时间 看清楚了海运公司做事的严谨 和行业操守 这里面肯定还有幕后人 我这次回浦江 也算是要给海运公司一个亲爱 对得起你妈对我的信任和厚爱 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一定要还海运和我义父一个亲爱 算了你不用再解释了 我已经听明白了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跟林志军 还有格雅不一样 但现在你们不都一样吗 一个一个地欺骗我 我已经听到了 安娜 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也千万不要再跟着我 我先对抢你一个人静一静 给我 你别人静一静 珠夜宝 我查过了 卢安娜就住在这儿 卢安娜就住在这儿 我查过了 我查过了 你为什么瞎 我yuk 服务员 有人吗 你好 你好 我们之前订了两个房间 给你打过电话的 好的 请出示一下证件 姑娘 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这两天有没有一个姑娘住在这儿 自己一个人 是个单身的样子 浦江少打听得怎么样了 临江先进 听得怎么这么热 好像是有这么个效果 是在浦江吗 那这个项目跟你有关系 你保证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用管了 行 我去了解一下 也许对我们会有用 你怎么老说这些 不正经的话 速不可乱 拜拜 张学记 岳组长 怎么着 下了您了 您还没走呢 我总觉得吧 在咱们这个公司 是由我一个人喜欢加班 你干吗呢 我还有份文件没出来问 加个班 刚才我看你在那打电话 是不是跟你男朋友打的 对 男朋友 他总是跟我抱怨 说没时间陪他 这不让我请个年假 陪他去浦江玩玩 浦江 对啊 岳组长 我记得 我们在浦江有过项目是吧 我记得不太清了 您还记得吗 爸 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 不是我们这个圈的 服务小智人 是 也是啊 你看在余总身边工作 压力很大 你的确是应该出去转一转 找一集合马 没关系 如果余总不批你家 我帮你去说 那谢谢岳主任了 不过 岳主任 我有男朋友这件事情 你能不能先替我保密啊 这公司里边没人知道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反正您先替我保密吧 行吗 你呀你呀 行 没问题 我这个嘴巴沿着呢 谢谢您了 别知道 那您先忙 我先走了 好 莉莉 我突然想起来了 咱们在浦江里的项目啊 叫临江仙境 行 我知道了 谢谢岳主任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我